不是走 不一次见到这么接地气的这个bistro 我觉得这是摩天大楼杯饼 吉隆坡之行第一天我们去了当地的早市 找好吃的 ICCPUTU这个早市 真的是当地小吃的天堂 基本上没什么游客 都是本地人在里边吃早饭 这里甚至还有海南的瓦堡咖啡 于是呢我没忍住就点了一杯 我要一个这个吧 哪个咖啡 我要copy这个不要奶的 别的一杯 好的 4块9 来找你40块2 谢谢啊 咖啡那边请啊 好嘞 早市的吃的真的非常丰富 我就点了一碗粉 配上这杯海南瓦堡咖啡 简直是绝了 竟然有柠檬 看到了没 然后还有鱼 我去好吃 番茄 盒 盒粉 他这个真的好好吃啊 吃起来很清爽 有一点酸酸的柠檬感 外加有一些这种香料的感觉 马来西亚有着很长时间的喝咖啡的文化 所以说在超市里你能看到非常多当地素容的咖啡 像摆咖啡 各种口碑的咖啡 就比如面前的这个榴莲味的咖啡 他们这边的这个咖啡种类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这是另外一家 星森 这是一块钱啊 40车 另外在这里各行各业都能感受到华人文化在这里的种种痕迹 再去酒店的路上 出租车大哥车上的粤语歌 一下子就把自己带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帖子发这个无边泳池的 于是呢我就也订了一碗的公寓 我只想说这个泳池拍照的时候是真的好看 但是公寓的大厅真的挺混乱的 50层的楼电梯真的是很忙 基本上每一层都会停 所以说这个公寓最好就是体验一晚上就好 不能常住 于是到第二天就换到了市中心的另外一家酒店 出行交通都非常方便 吉隆坡的咖啡馆密集度其实不高 有的不错的咖啡馆其实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 于是呢我就逛了几家离中心区域比较近的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是一个民宿加咖啡店的结合 一楼呢还有一个泳池 我来之前其实不知道二楼是民宿 如果我要知道的话我可能会住在这里 因为环境真的很漂亮 你看像它二楼就全都是可以住宿的 包括这边的上面也是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菜单 点了一个冰的美食 然后呢又点了一个fly white 三个东西呢一共是花了47.55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76 这是点的冰美食 哇这个冰美食喝起来就是有他们马来本土的这种咖啡的味道 苦的这个度还是挺高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酸味 反正就是这两天我在这边喝这个马来的传统咖啡可能喝习惯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大众喝的这种黑咖啡 这家贝果店听说非常火 于是我就来吃吃看 来了之后才发现是真的火 大上午来就需要排队 店铺属于是比较大的不独动的房子 人还是一点多的这会儿 在后面呢可以看到员工在做贝果的面团 整个店铺环境非常好 但是真的人很多 这边是有一个专门可以打卡拍照的 这是他们的出餐台 另外他们还有就餐时间的限制 限时一个小时 它这个上面写着No pork No lead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穆斯林也可以过来吃 价格相当不便宜 它这边其实除了贝果 然后还有早餐还有意面 然后这边是咖啡 美式热的是12 Piccolo热的是12 然后外的相当于是拿铁是14 咖啡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平价的 贝果的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你看啊这三个点的最多的对吧 这个BEC bagel是32 我们刚才点了一个signature 这个是34前口的贝果 像这边有个grandma french bagel 这个是28 这个是相当贵相当贵的一个价格了 就是 厨窗里边放的这些甜口的贝果呢 就便宜多了 这边美式咖啡啊 我觉得很在线真的 果酸和和果蛮平衡挺综合的一个味道的 酸汁还挺跳跃的 喝起来 咖啡醋饼很这个的 尝试一下贝果吧 嗯 它这个贝果还挺特别的 就是你在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它很腻 但是真正吃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 是清爽的味道 还有明显能感觉出来它这个贝果这个面包啊 确实是细烤的 弹弹软软的 就我只能说它这个贝果是真的很新鲜 单车的这个贝果这个面包就很好吃 如果有人喜欢登台阶 那我强烈建议来黑风洞打卡 这个门前又高又长的台阶 非常值得来挑战一下 另外还有不少猴子来跟你互动 甚至他们还会玩自拍 呵呵 呵呵 汉贝拉的豆子确实喝起来就是风味比较明显 这个河这边流过来的是非常非常黑的 那边流过来是非常非常黄的 它交汇了之后呢就变成黄黑色 马来西亚有着非常多的穆斯林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清真寺 我也驱车去参观了郊区的一个非常大的清真寺 103咖啡这个是郭修乐他的一家店 先来看一下吧 103咖啡这家店超出了我的意料 这个店的食物做的也非常不错 咖啡菜单也很丰富 除了传统的意识还有特调咖啡 我点了两杯特调 其中有一杯口感喝起来非常像是果酸味的可乐 挺有意思 另外呢店里边的咖啡师拉花也很出彩 我觉得它名字很有意思 cola no cola 可乐的味道 但是里边没有可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一妈这喝起来就是一杯可口可乐的味道 所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加了气泡水和一些果酸味的冷碎咖啡 做出来这种口感 再加了一些这种泡沫 所以说喝起来有可乐的触感 就是我觉得挺有趣的这杯咖啡 我发现杰伦波特咖啡馆都会有餐食 就比如这家VCR 跟103咖啡馆一样 除了他们的咖啡很专业以外 他们的餐食也都非常的丰富 可选性非常多 他们也是做咖啡会撑一下粉 速度挺快的 我点了浓缩Ponic 然后呢它是用的这个豆子 然后呢它没有用磨豆机里面 但是当天我真的非常饱了 所以说呢我就没有点吃的 只是在这边点了杯咖啡 非常酸爽的Espresso Tonic的这种感觉 其实Espresso Tonic做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果酸一点的平衡一点的咖啡豆 然后再加一个精汤力 它就是Espresso Tonic 自己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很容易就能做的 就摸着看它比较烫咖啡豆 好了准备要离开了 这就是在吉隆坡的几天所有的行程 如果大家觉得哪个行程有趣 你们也可以跟着去打卡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